欢迎来到频道Daily Star News!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29岁袁冰炎被职显老。新杂志花絮太惹眼,粉丝有话要说。 在外界看来,袁冰炎和欢瑞的关系一直扑朔迷离。 同位麾下的演员云歌会上的冷落被怀疑是高层的刻意安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有爆剧在身的袁冰炎没有露面的机会。 而今终于开始接戏,两部剧都不是欢瑞出品。 在杨子初走后,欢瑞一解悬空之际,欢瑞更是放弃观众原最佳的袁冰炎,将张雨希排在更前头。 明明是目前旗下粉丝最多的女艺人,却被定位在了艺人榜的第二T级。 怎么看,欢瑞和袁冰炎的关系都相当复杂。 有人说,欢瑞和袁冰炎已达成某种程度上的合作,但并非是所有的合约都归于欢瑞,因而有了这样的局面。 但不管如何,优秀的人总不会被市场忽视。 流离之后,袁冰炎彻底打开了古装剧的市场,一部又一部新剧纷至踏来。 而她在新剧中装发造型也都更胜流离之中,绝对不失为一位古装美人。 不过生活中的她却常被归于长相平平的一类。 更有网友表示袁冰炎现代装显老,古装明显更胜一筹,而颜值高低完全取决于装发。 该网友表示,袁冰炎还是更适合古装剧,古装装扮比现代装要好很多。 古装剧造型更出彩更美貌,现代装扮就很敏人众人,还有点显老。 双引号。 虽然该网友之后还肯定了袁冰炎在筑青好和落花时节又逢君中的扮相。 但对于她说29岁的袁冰炎显老,粉丝显然是不赞同。 粉丝表示袁冰炎比那些整容锥子脸好多了,自然耐看还有网友期待袁冰炎以后的现代剧。 更有粉丝发出质疑,袁冰炎还显老。不化妆简直像个大学生。 的确,袁冰炎曾多次晒出自己的素颜罩,穿着居家睡衣自拍的她皮肤细嫩光滑,全然不似奔三的模样,更别说显老了。 其实袁冰炎的年轻有自己的奥秘,她对护肤很有心得,曾专门和粉丝分享过自己用的护肤产品。 她曾向大家推荐过戴科白潭水乳,这款水乳和一般水乳不同的是,它是先乳后水的过程。 因为它主打的是修复的功效,可以起到对皮肤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修复屏障的作用。 因此先乳后水,先修复后补水。 同时她闻起来无比清香,让人觉得很舒服。 上脸也很好推开,修复能力很强,通常第二天早上起床会发现皮肤白白嫩嫩的,特别有光泽。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款水乳不适合夏天使用,是冬天的一个好物。 袁冰炎护肤有道,无怪乎皮肤保养得如此之好,说她显老,尾时有点牵强。 袁冰炎虽然现代剧不多,但从她的活动和杂志造型也能窥见她现代装的美。 近日,她新杂志花絮流出,时尚表现力很不一般。 11月24日,有媒体晒出袁冰炎在Waves漫潮冬季刊花絮视频,称其举手投足尽显风资绰约, 与品牌的法式慵懒感完美契合,满屏都洋溢着仙气。 从视频中袁冰炎的造型来看,她浅色毛衣搭配她色皮裙,散发着浓浓的法式风情。 她或是斜握在躺椅上,慵懒惬意。 或是手舞双颊,温婉秀丽中略带几分可爱。 据悉,袁冰炎此次受邀拍摄的是Waves漫潮杂志,作为国内的新锐杂志品牌,她先后拍摄众多国内一线明星艺。 袁冰炎此次参与拍摄冬季刊,无疑是对她人气与能力的认可。 诚然袁冰炎的古装造型美艳动人,但从她在杂志中的表现也能看出,其现代装也不遑多让。 尤其说是显老,不如说是优雅高贵。